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看到這個白色的背景應該不難猜到我們今天拍的是穿搭片 沒錯,我在台灣網購的一些衣服終於到了 就可以跟大家一起開箱 但因為這次買的東西不是特別多 那就不如加入一些我今年覺得秋冬必備的元素 我自己覺得是個人喜好 對,那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如果你都有興趣的話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了 今年因為有明顯的秋天 我就一直很期待冬天會冷 所以大膽入手了一些比較厚的衣服 例如我手上這件是羊毛湧湧的背心 你看到毛湧湧的質地是非常實在 然後裡面簡直是畫霧 所以整件衣服都是切切實實的保暖衣 無論是我現在戴緊的拉帽 這件背心甚至乎 一會兒這件衛衣都是一個牌子 叫做Who are you 我是找在韓國的朋友幫我買完之後寄給我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的官網 或者有沒有機會是集運 Gmarket買到的 大家都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我買了那件衛衣 就是一個綠色 然後有些小紅圖案 很有趣的 它是有一點Pixel的感覺 我買了這隻綠色 就是貪它沒有春夏的淺綠粉嫩 也不會去到蜜綠深深沉 我就覺得很漂亮 沒錯,我純粹那一隻顏色很漂亮 之後這個衛衣其實跟普通衛衣人模一樣 沒有都是照樣後面Hoodies 但是我看到今年其實好像去年還是今年都開始流行 就是將它索緊了 然後就綁一個蝴蝶結 就有一個新的穿法 還有衛衣我都會買偏向比較大件 還有有袋子的這些款 我就覺得看上去比較型格 我想大家都會很心急上看了開箱 所以介紹其他我買的衣服之前 不如我們開箱了台灣的網購 除了你們喜歡看開箱之外 我自己都很喜歡拍這個開箱片 我這次就買了一二三四 四件的衣服 大家可以看到有兩件比較薄的 然後有兩包比較厚的 那我們就由薄的開始吧 哇,這件是一個很薄的牛油果綠色短板衣服 有一點點看上去有點紮紮的 究竟我能否賺進這件衣服呢 幸好我也剛剛好塞進去 你會看到這件衣服的領口比較大 它可以做到一字薄也可以 或者是剛才這樣拉高一點 一個大的圓領都可以的 但是可能要找一些沒有帶的胸圍 就會比較好一點 之後它的領口是做了一些波浪型 還有袖口也有一點點的波浪 還有它的下擺位也是做了波浪型 然後它比較短的 我的肚臍位是在這裡 它是很有彈性 你會看到就算我不算特別瘦也好 它這個位置也是鬆鬆的 看上去是有顯瘦和顯身材的效果 這個牛油果綠色我覺得沒有顯白的效果 有一點點顯黑的 如果你介意的話 或者你要選別的顏色 另外我在香港也買了一件類似的衣服 我現在拿過來給大家看看 如果有看到胸瓶的那條影片 就會看到我穿著這件是芋頭紫 藕紫色的一件 差不多 但是質地完全不一樣 我現在穿著這件是有點像珠沙的質地 然後紫色這一件是比較像針織的 會比較厚一點的 但是這兩件衣服的細節位都有點像 都是直尖 波浪邊邊 我手上這件紫色是在銅鑼灣買的 我身上這件是在台灣買的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下一件是高嶺 然後透膚的格子襯衣 其實是看到一隻手的 哈囉 因為它真的很透 所以我裏面穿了一件黑色背心打底 其實這件衣服不是我平時會穿的風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那一刻會買了它 但是穿了出來 我自己是很喜歡這一類型的泡泡袖 是超級大的泡泡袖 對 好可愛 還沒穿衣服之前 你會看到其實它也挺長的 蓋了我的臀部 所以有些女生如果比較高 都是穿得到 而且它的袖子也真的挺長的 所以可能 就算你個人是小巨人也好 這件衣服也能穿得到的 穿了衣服之後再拉一點出來 有一點拋之後 這樣我就覺得好看很多 其實網絡也挺合襯的 接著就開了這包Dirty Pink的蜂褲 為什麼我會買這隻顏色的呢? 為什麼我不買卡其色 這麼大膽嘗試的嗎? 我個人 這個款式就這樣打開來穿 或者你扣住它 然後再把腰帶綁結 其實也有一個型在這裡 是挺漂亮的 它有一個極度致命的缺點 我想問蜂褲 為什麼會沒有袋子呢? 這件事 不是一定要插著袋子 然後很帥的站在這裡嗎? 為什麼? 那我的手放在哪裡呢? 沒有袋子這件事 真的有不僅少少的失望 但是它的質地很有趣 它的布面是有些壓紋 然後彈性 夾到好 你看到嗎? 是可以蚊出來的 它不像蜂褲的質地 是一個彈性布 所以這件衣服有一個優點 就是如果你冬天凍 裡面多穿幾件衣服 隔底位都不會夾住 有彈性可以撐出來 還有不同身形的女生都可以穿到 配襯一頂類似畫家帽 是不是整個秋冬的感覺都會出來了呢? 再來就是一套紫藍色的套裝 裡面有一件平厚的小背心 還有一件針織外套 它的針織很厚實很溫暖 所以就算裡面是平厚背心也好 你冬天穿都一定不會覺得冷的 它可以就這樣 一個背心、一個外套這樣穿 或者你可以將衣服 移後一點 然後就扣中間那顆扭 然後你就可以拉闊一點領 做到一個跌薄效果出來 加上它的針織有些少許花紋 還有那顆扭不是純白色的 有少許背殼珍珠的感覺 所以整套衣服是很有質感 而我在香港就買了一套黑色 比較薄一點 秋天都穿得到 台灣買這一套就真的厚到要冬天才穿得到 雖然都是同色系套裝 但香港買的這一套和台灣是完全不同風格的 它不是平厚 它是一個V領 是完全性感很多 領口是比較低的 而且它是比較貼身的 所以就算它是這些套裝也好 不同的剪裁 不同的版型 穿出來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一樣都是扣中間那顆扭 然後向後拉 但是完全不是剛才懶洋洋的感覺 你會看到它的釣帶比較幼 之後你拉下一點 就會有一個輕路事業線的小性感出來 但是因為裡面是貼身的背心 你完全不會怕自己走光 雖然箱就開完 但我還有一套衣服想跟大家分享 都是覺得今年秋冬是必備的 不可以不入手的一種Style 就是這個碎花裙 配一個少少針織的背心 我想應該有觀眾認得出 我有穿過來拍片 但是大家沒見過它全相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今年很流行穿一些比較落肩 寬一點的背心 然後裡面襯襯衣服也好 或者襯一些連身裙 都是很流行當中的 雖然這一套 就不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版型 因為我覺得它背心很短 我想要再over size 但是既然都買了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其實這條裙是沒有問題的 它是一種雪紡質地 然後顏色雖然它是紅色 但是比較暗紅 是有那種秋冬的感覺 然後它下放就剛剛好去到我膝蓋的對上 還有下面這個位置我都覺得散得漂亮 但是問題就在這一部分 我認真覺得不是條裙的錯路 是這件背心 它不夠長 你想一下如果我這樣拉低一點 它剛剛好遮到那個位置 就剩下下放的位置 是不是漂亮很多啊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洗完之後它縮了水 看不見到 它現在的長度是不頂不掉 但是今年真的覺得這一類型的背心 大家都要入手 但是記住 不要像我這樣買小了 要買大一點 over size一點 那就perfect的了 本來我今天都收拾了一大堆的帽子 想跟大家分享 但是影片應該夠長的了 所以如果大家都想看我的秋冬帽子collection 會戴哪一類型的帽子 如何配搭Style的話 留言告訴我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的話 我就會開拍的 那今天這個秋冬帽子開箱家分享 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給個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是六月十三天 和是日月十二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